今天带来杨姐也是好久没玩过 没想到还有个小银牌 那这一局我们就很凶长了 拿下十七个人头 墨爷都对我刮目想看 来到中路 本来是想咬到小兵对诸葛亮动手 谁知道刚好碰到玄册 这小脆皮完全顶不住杀害 再回头咬到残血白起 轻松来了双杀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辅助白起现在红狼buff在手 也不是说打不动 蹲草丛里一般就是这个连招 先一刀PUA 再笑天犬标记数字三连打伤害 想逃的时候再飞过来给他的小脑袋刮 迎头一击 这版本的防甲也非常适合杨姐 而且也比冰心要便宜一点 性价比很高 我推荐大家第三件装备 直接防甲代替冰心节奏会好很多 现在我们只有半血 哎李星看到比我高一几 而且血量也比我健康有些想法 我们机会就来了 一般情况下 想要抓住这个高地小偷是比较困难的 红色法拉利啊 那这一波我是看到兵线挺多的 吸血量非常的大 好家伙 一波下来都成混合血型了 观众朋友们这一波很帅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白旗 就是对面人有点多 咬到白旗 走位躲过好多伤害 李星反应过来的时候 哎 我怎么也变成残血了 轻松受掉 本来选策不来 这诸葛亮肯定打不过我 差一点点来了三连角色 不过还是挺帅的 哦 杨简这版本还有一个死士极加强 就是他的被动 叫神智轻视 什么效果呢 就是夺取对方的智商 让对面行动持缓 然后轻松解决 嗯 好了开个玩笑 真正的效果 原来是旁边有一个敌人 增加10%的韧性 最多增加到30% 所以以前需要配合抵抗鞋 来达到60%的上限 现在效果直接翻了一倍 旁边每多出一个敌人 增加20%的韧性 最多60% 什么意思呢 你被三个人包围 就能达到60%的上限 也不再需要这个抵抗鞋 刚才白旗对我口臭攻击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一下子就解控了 我也是刚知道 所以鞋子没有换 大家对线的时候 如果对面控制不是很多 你就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护甲鞋 现在抵抗鞋的效果 是增加35%的韧性 配合羊减的被动 单挑的时候 就能达到55% 也是非常强的 那有些小伙伴就要说了 我不要出护甲鞋 我要出冷却鞋 我要第三只眼的光线 射的更快 射的更多 那是真的牛逼 你加油 现在我们已经拿了14个人头 不过还是要队友站出来 因为杨减这个英雄 前中期很强 到了后期之后 并不是很好打 这种情况非常的多 前面杨减自爆一路 然后对面装备起来后 你就发现 打不动对面了 来到开心上高低的环节 白李守约的走位 我是看不懂的 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白旗顶住一万点伤害 大哥 你也看看你的血条 好不好 都降底了 你凭什么追我吗 最后一波团战 主宰是对面的 我感觉有些大事不妙 这时候杨减就要站出来 蹲一波草丛 尽管后翼的鸟 从我身边飞过 也是纹丝不动 其实是没有反应过来了 白旗已经发现我了 我就不再继续蹲 刚出来就看到后翼 还射了我一下 你凭什么那么嚣张啊 咬到之后 配合白旗守约的伤害 直接来了秒杀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队友也非常给力的 收掉诸葛梁 玄策在上路 李星在下路 高地上的不是轻轻松松吗 尽管白旗硬的不行 奈何双拳难敌四手啊 玄策回来 本来冲到人群当中 我觉得就算有复活甲 也是凉透了 谁知道秒换一手明刀 我已经看见 手术还是太快 给他逃之夭夭 哪子也不完全怪我 谁叫莫言那么会顶呢 李星背水偷家 还好我家兵线来得及时 快对面一步 最后赢得了比赛 来说一下 明文出庄 带狩猎阴眼一遍 出庄的话 我这一局出的是 暗影战斧 抵抗鞋 防甲破军 明刀魔女斗篷 关于这个鞋子 我到时候出一期护甲鞋 给大家看看效果 那大家觉得 杨检加强以后 线上谁还能压制他呢 好了 本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